他曾以阳光健康的形象获得无数粉丝的青睐 他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演使之迸发出视觉与听觉的冲突美感 曾担任摇滚团体主唱的他不但擅长吉他 更有着丰富的美术天分 而就是这样的他如今正在走向戏剧 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听伯奋斗的岁月 闪亮银海 精彩无限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欢迎您收看电影频道为您放送的好看电影 由电影频道出品的水浒系列影片已经播出不少集了 而每集播出都很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哦 9月14日周三晚的黄金时段 电影频道就要再次为您播出一部最新出品的水浒系列影片 安道权与王定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两位主演分别是两位歌手哦 由井冈山和陈志鹏 嗯 你要是想知道他的演技如何呢 就请到时候一定要收看这部影片吧 闪亮银海 精彩无限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欢迎您收看电影频道为您放送的好看电影 大导演唏嘘苛刻的悬疑影片的后窗 一直被人称为为经典 为了向这位大导演致敬 这部影片呢 再次被搬上荧幕来 故事虽然还是那个故事架构 但其中呢 也增加了不少新鲜的元素 是的 在9月16日周五的晚上呢 电影频道就要再次为您播出这部 后窗惊魂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哦 胶片凝固的时间 让梦想在电影里闪光 大家好 我是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欢迎您跟我来一起享受 精彩欢乐的电影时光 说起美国西部片就不能不提到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名字了 他饰演了多部西部硬汉片 给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不可饶恕 使他在90年代的时候西部片代表作 影片一上映就非常的轰动 并且还获得了奥斯卡的多项大奖 在9月17日周六晚呢 电影频道家片有约 就要为您再次播出这部电影 请您一定要收看 胶片凝固的时间 让梦想在电影里闪光 大家好 我是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欢迎您跟我来一起享受 精彩欢乐的电影时光 2009年一部名叫《2012的美国大片》 今天上映的票房大卖轰动全球 每一个看过此片的人呢 都对里面的故事有一种不同程度的理解跟想象 那么假设你是故事中的主人翁 面对灾难时你会怎么样呢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吧 那么在想象的同时呢 电影频道特别为您准备了 由詹姆士舞姿安吉哈蒙小酷珀古丁主演的动作影片 《末日游戏》 9月16日周五下午播出 我 汪东城邀您准时收看 胶片凝固的时间 让梦想在电影里闪光 大家好 我是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欢迎您跟我来一起享受精彩欢乐的电影时光 一提起韩国的影视作品 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以伦理悲情为题材的肥皂剧 其实呢 韩国的动作影片也同样的精彩出色 那么9月17日周六下午 影人1加1 节目就要为您播出由张志焕主演的韩国动作影片 电影就是电影和特工长档 如果您想要感受不一样的韩国风情呢 那就请您一定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东城 非常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节目做客 和大家一起度过美好又难忘的时光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和我一起分享精彩欢乐的生活 就在不久前呢 我与很多喜爱和支持我的歌迷朋友呢 一起度过自己30岁的生日 所以说得好 三十而立 并且在很多歌迷朋友的祝福下呢 我许下了生日愿望哦 那么现在呢 就把我的生日愿望与电视机前面的您呢 一起分享 好的 我的生日愿望 第一个呢 就是希望呢 我的今年两部电视跟电影的作品呢 都有很好的成绩 一部呢 电影就是紫宅嘛 另外一部呢 就是偶像剧绝对搭零 再第二个愿望呢 就是希望自己在今年呢 能够找到一个益中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本期光影新播客汪东城 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节目作客 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看的电影 以及幕后的故事哦 那么由我主演的电影直载呢 即将于9月23日上映咯 这是中国首部融合了金手 爱情 悬疑和欺美等 元素的心理题材电影 故事的开始和结局呢 都被一种强烈的悬念迁移着 同时结局呢 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性的思维啊 这么好看的电影 你们是不是在9月23号 一定要到电影院的支持呢 身为飞热海成员之意的我呢 一直以来都是以阳光帅气的 大男孩形象士人 我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啊 当然我也演出过台湾不少的偶像剧 那么这一次呢 我出演了电影 紫宅呢 我将颠覆之前作品中的形象 并且以一个大男孩转变成一个硬汉 没错 在演技上呢 可谓是一个大突破和挑战哦 如果您想要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转型效果 那就一定要如约守候这部 史上最唯美的精神电影《紫宅》 我将牵手气质人与同力啊 上演这七美的绅士绝恋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紫宅》 就要和大家见面咯 在片中呢 我突破自我 首触惊悚大一幕 整个就是走柔南的路线啊 一定可以让观众朋友非常喜欢 而且非常惊喜 想看看一向纯情的我 如何饰演成熟男人的深邃神秘吗 那就用手机登录 M1905.CM吧 有关我的成长 转型 朋友们一定要跟随着 M1905手机电影网 一起來见证哦 身边的感动 生活的温暖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光影星播客汪东城 一名名叫陈琳的19岁女生 4岁时呢 被确诊患上了骨纤维增殖症 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小腿 只能做患骨的手术 在她4岁时 做了第一次的手术 患的是她爸爸23公分右侧的恰骨 陈琳9岁时呢 又做了第二次的手术 患的是她爸爸24公分的左侧恰骨 陈琳10岁的时候 做了第三次的手术 再一次娶爸爸6公分的骨头 就这样一个小女孩 在今年高考中考了634分 父女轻生 感动新播客 今天给你讲的这个动人的故事 这是2009年陈琳去医院复查时拍的CD片 距离最后一次做手术呢 已经过去了7年了 经过7年的磨合和康复 爸爸陈国顺的恰骨呢 已经在陈琳的小腿里伸了根 安了家了 局部麻醉呢 让陈国顺清楚的记得 每次取骨的细节 现在每当阴天下雨的时候 骨头的部分还是会隐隐作痛 可是看到自己健康的骨头呢 能够让现在女儿时常牵着她的手啊 散布啊 能让女儿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 能和女儿站着拥抱 陈国顺就说啦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三次大手术耽误了很多的课程 陈琳的小学呢 基本上是靠智学去完成的 在养聘的健系呢 她练习书法 磨练一击 乐观的态度呢 给她父亲带来了非常多的希望 如今她要独自呢 背着行囊去大林上大学了 入学之前呢 还有一次小手术在等着她 虽然还有不少的困难 虽然还有不少的手术费 学费在等着她们 虽然19年里生活充满了心酸 可是这一切跟爱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 光影新播客 我问你来答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郭伟 那本期嘉宾呢 我非常的帅 今天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 子宅来到我们光影新播客 那我们欢迎台湾超人气偶像汪东城 欢迎大东 哈啰 你好 你好 好 第一个问题 这么快 你自己是一个自恋的人吗 自己是一个自恋的人吗 我觉得有点算是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目前呢 就是希望我电影子宅呢 首播转型之作呢 可以成绩非常好 子宅 大妈 下一个有没有暗恋过的女相呢 大妈有暗恋过人 我告诉你 我国中的时候就暗恋过人 暗恋过之后呢 这是 暗恋总是伤 下一个 可以接受裸戏吗 裸戏哦 我觉得 嗯 事先就是沟通嘛 然后如果真的剧情需要的话 还是可以尝试的 好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的网友 也是喜欢我们大东的朋友们提的要求 就是希望你能够在京堂上跟我们来五连拍 好吧 我就来一个 方式飞轮喊就可以 就可以有几名 例如说汪东城 一 二 陈奕卢 三 无尊 四 尼亚伦 哦 这个也是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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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三岁 一 一 四 二 之 四 感谢观看